第3題 接下來的方程老師要介紹的是第3題 第3題的說法 假如說A的2分之1次方減掉A的負2分之1次方等於2跟到3 那麼則A加A的負1次方等於是4對嗎 BA的2分之1次加A的負2分之1次等於4對嗎 CL的3次加A的負2分之3次等於12對嗎 珠A等於7加減4跟到3對嗎 1A2分之1等於2加減4跟到3這樣對嗎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呢你發現到就是說 這個 這個減掉它是一個2分到3 可是它跟它是微導數 所以本身減掉本身分之1是等於一個正的數 是一個正的數 那這樣子的話你其實可以知道說 如果它是 它寫掉它是一個正的數 可見它比它還要大 第一個是它比這個還要大 比它的導數還要大 好然後這個比它的導數還要大的話 好那麼你可以知道的是這個 這個如果是正的的話 那它就要大於1 因為大於1才能 如果這個大於1 那這個大於1分之1就變小1 大1大於小1 對 如果這個小1那小1分之1就變大於1 那這個小1這大於1就不會比較大 就錯了 所以如果它大約1 這個一定會比較大 一定會比較大 好那 這個如果大1的話 它還能夠大1 也會大1 好那 那這個可以 如果是小一點的話 可以嗎 這個2分之1次方 當然如果 這個A是 這個A 是上面有2分之1次方 這個A一定要正 好 你要正的 你說為什麼呢 A不可以負的嗎 好 不行的 這個規定說 四方的 如果是上面是 分數 分數的時候 這個底下的 低數一定要大於0 那你說為什麼呢 好 其實我們可以隨便 舉個例子 萬一你比如說 你是負3好了 你不在乎 你都要一個小1 好 負3的2分之1次方 好 那負3的2分之1 當然可以 2分之1 本來就可以寫成 4分之2 對吧 好 那這個呢 又可以寫成 這個意思就是 開4次 然後負3的平方法 那這個不就是 但是 負3的平方就是 正正的平方 正正的平方 就是等於 3的4分之2 那就等於 3的2分之1 所以 3的2分之1次方 就等於3的 負3的 這個2分之1次方 欸 這兩個就很想等 好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欸 這個等於他 這個等於他 因為他這個 依照定義就是這樣 那這個 這個 平方正的跟負的一樣 所以可以寫成這樣 直接寫成這樣 所以這兩個居然就相等 那這 這不會相等 不會相等 負3的2分之1次方 那3的2分之1次方 那3的2分之1次方 現在是不同的 好 所以這個 是 負3的2分之1次方 是不能負的 所以知道說 這個理論要正的 那正的2分之1呢 那當然 它就是正的 那正的的話 它 我們剛才講 它直接是正的 那這個就是要打個1 好 所以這個要打個1 所以等一下 算出來小1的 不行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的A A是說這個 好 這個分方 A的一次可以看作 是這個等方 所以這個如果是 x-y 那這個是x平方 加y的等方 好 所以你就會想到 x-y x平方加y的等方 可以先把它 這分方一下 因為-y的等方 就等了 x平方加y的等方 這個x平方 加y的等方 然後再加 那再減 減2x完 好 那 把這兩邊各分方 這個是x-y的等方 化解出來就這樣 那這個等方 那這個等方 就等這個 這大概有兩個2 再乘更加3的等方 可能2相乘4 再乘以更加3等方 3 4才12 所以就等於12 那這兩個相乘呢 你發現 指數要相加 1分之1加乎2分之1就是0次 A的0次就是1 所以這個 就是1 所以這個 再把你過來 可以知道 這個就是A的一次 這個A的分次 那這個 過來就等於是4 所以它等於4 欸對了 也是對了 好接下來 我們看b b的話呢 9是加的 這是-的 這是加的 y給你 9x加y 好 那你已經算出 x的方 加y的方 就是這個 所以你算出線 你就可以直接用 所以x的方 x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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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在 trig x的方 x的方 再看c x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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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平方就變成這一次 這個固一次 好,那這個呢 剛才也算出來就等於4 這就是4啦 那這個呢 再也算出來 嗯... 這裡等於4 這個也就是44 這裡也就是44 那這兩個剛才也講說 4方向下就是0次 就是1 所以就減1啦 那這個13乘以4當然是52 好,那他數等於52 所以這個c也是對的 c也是對的 好,再來一個是珠 珠是要求a點多少 那a就是x的平方 那求x平方呢 最好呢 剛才已經有知道 x平方加y平方 那再求一個x平方-y平方 那x平方-y平方的話 當然就是x加y乘以x-y 那x加y乘以x平方 就是這個平方 那這個平方就等於a的一次 那這個平方就等於a的負一次 所以這個就變這樣 那... 這個是等於正式喔 那這個是同步給了2 更奧3 4乘以2更奧3 所以... 乘起來就是8更奧3 所以這個 而且它呢 應該是8更奧3 這叫第二四 剛才這邊有一個第四 就是這個相... x-y有啦 x-y有啦 那... 相加後面這個就消掉了 就等到a呢 就會等於... 這個14加上這個 所以a呢 就把它除以2 7加上4更奧3 好... 那... 多了一個錢 很可惜 這個... 沒有解釋 是對的了 好... 那最後1呢 1要怎麼求呢 因為你的... a就長這樣 那... a的2分之1呢 就是... 根號a啦 那就是... 根號的... 這個... 這裡面呢 是7加上4 根號3 好... 那... 就等於... 根號... 那我們這個... 先把它變成2的根號 好... 2的話就把2的放進去 2的放進去 就變成2的平方 2的分之4 4乘以3 就是12 所以裡面是根號12 那... 那... 外面這個是7 那... 你要變成... 兩個相乘等於12 兩個相加是等於7 其實是43 4312 43相加7 好... 所以這個呢 可以用4跟3 那這個呢 12就給我4乘以3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 就可以變成... 這個4呢 就是... 根號4的平方 這3就是... 根號3的平方 誒... 過到這裡 我們是不是就發現 是... A08加... D08加2 乘以... A... B... 是... 根號4 乘以... 根號3 好... 那這個不是... A加1的平方嗎 根號4加上... 根號3的平方 那... 這個編掉的就是... 根號4加... 根號3 根號4加... 根號3 好... 看這個有 calculator 那這裡多了一個其他 好...